最惨的抗日女特务,死前提一特殊要求让人心疼。 她叫郑平如浙江人,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元老郑月母亲,是一名对中国人民心怀同情的日本女人,她是民国时上海昭明的社交人物,也是一名地下女特务,熟悉她的人就会知道。 她同时也是电影色姐,以王家之的原型,因为是中日混血,所以她的容貌,一直都是交好的抗日战争。 时尚海伦现后19岁的她,就参与到了地下工作。 凭借着母亲的关系,周璇于日本高级官组中,为祖国的抗战事业做了努力当时她接到的命令,是又杀日北特务丁墨村。 但可惜的是后来因为身份暴露而被逮捕,不过当时的丁墨村只想教训一下,她没有没有想杀她,不过这件事被丁墨村的妻子知道了,于是就对她进行严刑拷打,由于郑平如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。 我 dies让她还订过的 supplier,从凭�$げas wrap给我。 你会跟 convincing丁墨村是绝突一下自己的自己藏心日装进行吗?